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身陷重围的于显阳临危不惧 单凭手中枪与日寇周旋 历经九死一生 最终跳出日寇的包围圈 郭建功见日寇穷追不舍 当即调兵遣将 于显阳与仇人杜边狭路相逢 急怒攻心的他匆匆折回住处 取枪在手 一语狙杀杜边 却被钱曼元出言阻止 于显阳无奈地眼看着仇家驱车离去 一语独播剧场——YK 一语独播剧场——YK 课长 渡边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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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点子 不是那个 那个书饭 就在那边 渡边军 在 带你的人进去 形成一个包围圈 我需要这个包围圈 你已不偷跑 一定要豁著凶手 左头军 你的二分队 把这周围围起来 防止这个人逃跑 是 一分队 跟我来 二分队 跟我走 第一族 左翼 是 第二族 右翼 行动 是 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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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探紧 在 你看这个人 像不像一只兔子 大的死期到了 过程会 这边 快 滚掌柜 里边情况怎么样 你们可来了 里面打起来了 阿刺 这副酒有制高点吗 有 在哪里 前面 大路 走 快 快 走 包围起来 混蛋 走 就四里 进去 走 别开枪 给我折住它 快 这边 这边 就不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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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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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让它逃了 去趁马坡 去趁马坡 走 麦糖粥 三生河道 四生河 麦糖粥 满街串 谁不知道我骆驼蛋 麦糖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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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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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敬脸 来 走到这里去 快点 来 好嘞 来 上次 上次 走了 走 快走 快走 余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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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了 来来来 余大哥 慢一点 小心点下 怎么会这样 下 可政阁下 他从屋里刷跑的 我们万围的包围圈没起作用 不 他对苏州不熟悉 不然不会躲在废墟里 我想 肯定有人接应他 前面是什么地方 前面叫车马破 里面有好几百婚婶家 什么 我不会让你逃跑的 川流下去 包围车马破 是 可这阁下 以我们宪兵队的人数 无法形成包围权 那就把部队调回来 是 是 葛先生 这个一枝梅就在里面的 那你们看好了 老娘舅 曾长官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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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死了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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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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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ser 是 这一片的人全部给我集中起来 是 看这儿 如果还是没有发现的 这可用我教你们 那就放一把火 把这个城堡破给我烧了 是 我们有些事情要谈 你们两个出去一下 算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上校特派员 曾楚南先生 我是新四军 杨诚湖支队的支队长 郭建功 都别站着了 坐下 来来来 坐坐坐 我能看看你的枪吗 小心走火 手工制作的 相当静致 再加一个身高测距仪就好了 这件事是 我自己的 我用着顺手就行 能把中正式改成狙击步枪 不简单 而且远距离射击 需要有精准的测算能力 这不是普通士兵能够做到的 你上过军校 一个人居杀了十几个日本兵 那说明你有丰富的作战能力 你应该是先当的兵 后上的军校 在我军的序列当中 能够享受这种保送待遇的 只有八十八时和八十七时 因为他们是王牌中的王牌 八十七时奉命驻守苏州 但是你对苏州知之甚少 所以你应该是八十八时的 各位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 你们要晓得 凡是皇军所大的地方 治安无不很快地恢复了 民生也得以安定 我们中国百姓 能享受这样的安宁 有谁不敢进呢 这以为全人类所公认的了 佐藤姐 在 这样的场景 是否让你想起一个地方 是的 在大金 当时 我们住手在大平门 接枪的枪管 都打活了 杜边局 在 你们的中队当时杀了多少战俘 一批接着一批的杀 哪里数得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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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校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 一 立刻停止你的一切行动 二 你已经被临时抽调到苏州行动小组 归我指挥 三 立刻收拾好你的所有东西 马上跟我走 我说上校 你们这些当官的是不是太爱说一二三呢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事你管不着 你敢不执行长官的命令 你信不信我对你执行战场纪律 我再跟你重复一遍 你是一个军人 军人以执行长官的命令为天职 没错 士兵是应该服从长官的命令 可我的长官他已经死了 他叫朱翅 是 朕王在南京雨花台 小鬼子在他头上开了一枪就在这儿 拳头大的窟窿 你是不是也想在我这里开一枪啊 你是二六二旅的 二六二旅 三千六百八十三名兄弟 全部阵亡在雨花台 你说让我归队 我往哪里归队 我一闭上眼就是兄弟们的一张张脸 一双双流血的眼睛 我恨我自己 为什么不是那三千六百八十四名 为什么我偏偏成了顾灰野鬼 不光你们二六二 整个的八十八十就剩下不到五百人 那你还不让我报仇 八十八十都打没了 你还不让我报仇 我爹 两个弟弟 还有两个妹妹 追死在小鬼的手里 你凭什么不让我报仇 中国人 不光只死了你们一家 所以我要杀鬼子 杀鬼子 各位乡亲父老 兄弟姐妹 大家都知道 皇军在找凶手 如果有知道的人 大家 可以把他检举出来 这个凶手的名字叫做一枝梅 如果你们把他交出来 你们立刻就可以回家了 现在 由小秋克上讲话 各位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那么 凶手 如果有人包庇他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这些人 就是同贩 同贩 那就应该得到 应有的惩罚 但是 我们大日本皇军宽宏大量 如果 你们把凶手交出来的话 不可以既往不救 当然了 我当然希望 凶手能够自己站出来自首 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相信 你也不希望 连累无辜的百姓 没人知道一枝梅在哪里吗 又是烧了你们的房子 你们也不说吗 我不希望 你们包庇一个罪犯 以我看 没有必要的浪费时间了 干脆统统杀掉 要把苏州变成南京 我们皇军要一座空城 有什么意义 孙燕子 郭掌柜 出事了 是不是 郭掌柜 鬼子再抓一字没了 什么 倒的就是他们 等等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 听我的指挥 我们不能应聘 有后门吗 等路 好 走 走吧 时间不早了 把极枪架起来 嚇唬嚇唬他们 难道中国人 一个一个的 都不怕死 我不信 是 极枪就准备 是 慢着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局尾 先别 等下来 出去 走 走 郭掌柜 外面情况一点都不清楚 我们绝不能冲动 放心 我们不过市去看看 走 你就是一只梅 对 我就是一只梅 好大的胆子 连红军 连红军都敢欺骗 真是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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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怕 我们看看情况 郭掌柜 外面都是鬼子 对不起 你太麻烦了 对不起 还有没有其他路 没有了 继续吧 快继续继续 这里已经全部被封锁住了 余之梅 不 担心鬼 事到如今 你还不出现吗 土崽子 正找你了 中枪口上了 少尉 外面什么情况 我正在观察 到底 谁是一只梅 给我出来 我自己是一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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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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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一只梅 那只好 偷偷删来 是 吉先生 准备 你要干什么 打鬼子要干什么 你一开枪 所有人都泡炉了 那怎么办 手里拿着家伙 看着小鬼子在外面杀人 你以为你出去了 鬼子就不杀人放火了吗 你晓不晓得这正心底而起 我早就说了 我自己的事我一人待着 用不着你来跟着下山火 大哥 快撞 一只梅到底在哪里 参不折 参不折 司令官大人有令 小秋客长 把你的部队都撤回去吧 什么都撤回去 这叫什么命令 打开 快 你想一下犯伤吗 被这不敢 南京的事件尚未平息 外国的记者都还在苏州 司令官让我问你们一下 你们这么做 是想让他下不来台吗 被这不敢 被这不敢 郭忍卫 此地绝非九流之地 我们要赶快离开 好 那你带着他们走水路 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你出去是白白送死 曾先生 你剑附的使命 比我生命重要 揉头弹 保护好郭掌柜 是 你们两个跟我的车走 司令官有事找你们 是 是 哈斯 阿蒙 带着他跟我走 好 走 郭掌柜 郭掌柜 鬼子侧了 郭掌柜 鬼子侧了 此前的抵抗力力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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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官可侠 杯子已经把人带倒了 啊 你去吧 是 你们 又要在苏州 打开沙街了 前面司令官可侠 我们要彻底改变苏州的职严状状况 北指认为 必须立刻诛杀一批可因分子 以尽相拥 这里的事我听说了 十几名帝国军人不幸遇碎 我当然痛心 但是 杀人报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事我听说了 这事我听说了 战争包括三个因素 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 二是占领敌人的国土 三是征服敌人的意志 我靠靠你们 这段话出自哪里 是 这段话出自 克劳塞维斯的战争论 嗯 那么 又该怎样解释 是 克劳塞维斯认为 战争是由军队 领土和意志组成的 尤其是最后一项 如果不彻底摧毁的话 很难将敌人打垮 很好 所以 我们消灭了中国几十万的军队 又占领了南京 现在又怎么样呢 过分的杀戮 不但会招致国际社会 强烈的谴责 就连大本营也发出了抱怨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坚决地贯彻 以华制华的战略方针 尽快地成立威治会 一面加强治安 另一面收拢人心 只有双管齐下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征服 把苏州 变成皇军的苏州 变成天皇陛下的苏州 一致明白 都变重做 在 你的汉语还不够精通 要多多练习 我一定好好练习 作为一个帝国的军官 如果不学习对手的语言 就根本谈不上征服 是 明白了 我一定好好练习 好 郭长贵 你说这小鬼子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怎么说走就走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郭长贵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好 走 去处长 等一下 你还打算留在苏州 你刚才看到了 就是因为你个人的莽撞 差点搭上满街百姓的生命 长官 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于大哥 乾姑娘 少尉 如果你想回前线 我可以给你的长官写封推荐信 用不着 我说了 我的长官早死了 等等 怎么 你很想留下他 吕老弟 现在城门封锁 鬼子查得很严 恐怕你出不去 我建议你走水路 万字码头 我送你上船 小丘科长 在 秦子小姐的伤势怎么样 医生已经说过 书写之后 一无答案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他那里 还有鸠燕网写给我的信 是 大哥 大哥 你真的要走 没听曾经有关说吗 不让我留在苏州城 那你就往城外去 反正城里也不安全 你出城门往西 一直走到头 就能看到阳城湖 我老娘舅的根据地就在那里 江姑娘 多谢你的好意 曾长官说得对 我要是再留在苏州城 真是害人害己了 可是 可是你的仇不报了 你不是说你还有一个仇人吗 大哥 缘有头再有主 不能就这样算了呀 我也没法子了 鲜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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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多有功了 我亲自带船过来接你 上转吧 鲜羊 鲜羊 你放心吧 全家是我大哥 他叫大毛 我是二毛 多谢了 二毛兄弟 鲜羊大哥客气了 我大哥说了 大名鼎鼎的一字美 想请都请不来 行啊老爹 我还真是舍不得你 真想让你留在苏州 还可以帮帮我们的忙 算了 走去走吧 商战场也不是什么坏事 到时候多杀几个鬼子 把你的仇给报了 也替我们的苏州百姓出国旗 这个你放心 小鬼子我少杀不了 安安全全地回来 秦姑娘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玉大哥 都保重 玉老爹 再会 再会 大哥 你多保重 你多保重 好兄弟 多保重 走吧 你不是说你还有个仇人吗 你 你不报仇了 大哥 云有头再有处 不能这样就算了吧 那你就住到城外去 反正城里也不安全 好兄弟 大猫 这是哪里来的钟声啊 余大哥 前面就是寒山寺了 那是寒山寺的晚宗啊 寒山寺 大猫 把船给我靠岸停一下 我在这里下 可是郭掌贵桌 让我送你去目睹啊 我自己能走 我能找到路 行了 小师傅 阿弥陀佛 这位施主前来本寺 不知有何贵干 小师傅 你们这里要人干活吗 不要工钱 管管饭吃就行 不瞒施主 本寺已经不同以往了 如今连山芋都上蹲不接下蹲 哪还养得起闲人呀 那不用管饭 住的地方总有吧 施主来的不巧 原本是有两间厢房空着 可是昨天也刚好借出去了 谢谢小师傅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施主且慢 有为刻碑的师傅在本寺有间作坊 那作坊虽说简陋了些 但也可以勉强住人 小师傅 简陋不怕 只要能有个地方落脚就行 要不这样 小宋带你去见那位师傅 你自己和他打个商量 好 有劳小师傅了 是 钱师傅 钱师傅 你 钱师傅 怎么是你呀 怎么 你们俩认识啊 岂止认识 我钱本初落到今天这部田地 无家可归 全凭这位好汉所赐 钱师傅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还想跟你说对不住呢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 这小鬼子又杀了个回马枪 结果把你们给连累了 你连累我就罢了 可你到这来干什么呀 难道你还想连累寒山寺吗 不不不 我可没这么想过 不瞒你说 现在城里风声太急 我也是实在没有去处了 所以才想找个地方避一下风头 喂 你究竟是谁啊 长官 你真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义之梅 秦子小姐 司令官来看你了 哦 秦子小姐 你怎么起来了 医生说你失险很多 要卧撞静养的 司令官阁下 其实 多活动一下 有助于恢复 哦 快请坐下吧 秦子小姐 我是特高科科长小秋一郎 这次因为我的失误 导致您的受伤 实在是对不起 小秋科长太客气了 中国有句俗话 叫不知者不怪罪 所以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您 没想到秦子小姐的汉语 说得如此之好 其实说到汉语 我们的司令官阁下 才是真正的中国通呢 不就是一门语言吗 用不着互相吹捧 秦子小姐 是 九燕王托你给我带了封信 是的 九燕王有一封亲笔信 让我当面承交给您 好 好 快坐下 一路上人多眼杂 也没有机会给您 好 月落五体 霜满天 江风雨火 对丑面 这个亲王 还跟我搭起雅米来了 九燕王 还让我亲自给司令官带句话 什么话 他说 他的庭院已经落成 院子里有山有水 水上有亭 亭上有钟 但唯独差一块碑 好一个九燕王啊 小丑科长 我来考考你 你知道 九燕王刚才这番话的含义 究竟是什么吗 学生愚昧 实在不迷急 好吧 我来给你们揭开这个谜底 姑苏城外寒山寺 列伴终生道客传 这寒山寺有一中一杯 都是镇寺之宝 那一口堂中 早在数百年前已流入本邦 所以九燕王说 九燕王说 那口钟我已经有了 但遗憾的是 那一块 明阳千古的石碑 却还在寒山寺 原来如此 这个九燕王 不就是想要那块碑吗 直说就好了 干嘛绕这么大的圈子 你不了解他的 渡边重座 在 你来苏州这么久了 去过寒山寺吗 很遗憾 还没有这个机会 好 那我就成全你 明天陪我去寒山寺 是 小兄弟 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你知道这附近 哪里有公用电话吗 曾先生 往西去过两条街 强抵那家旗袍店 去年新庄的电话 号码很好接 229 你知道咱们苏州 除了明报 最有影响力以外 还有其他什么报纸吗 其他的还真没有了 你就找苏州明报吧 连梅兰峰过来 都是他们邀请的 可见面子大得很 好 谢谢啊 来 送我去寒山寺 好 好 长官 你怎么不去做晚课啊 小僧 小僧正打算回去念经呢 我看 你是偷偷跑去厨房 偷红薯了吧 前姑娘 求求你 你千万别告诉大师啊 那不行 你犯了戒律 我当然要告诉大师了 前姑娘 不如这样 你呢 别去告状 我呢 说尽要紧的事情给你听 你能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你不信 那好 小僧问你 你认不认得一个厚生哥哥 身高嘛 比你爹高一点点 一身脏兮兮的 还背着一个麻袋 他回来 他回来了 那他在哪里啊 让你爹一顿臭骂 骂跑了 我爹打个真是的 那他现在去哪里了 前姑娘 你问的这些 小僧都可以告诉你 不过 你得答应小僧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你快说吧 好 小僧把他留下了 此时他在柴房 前姑娘 你答应我的 不许告诉大师 余大哥 前姑娘 你怎么跑寒山寺来了 你说让我一路往西 我就洗里糊涂 吸到寒山寺来了 这就对了 想当年 孙悟空也是一路往西 到最后 可不就绣成正果了吗 我哪里是什么孙悟空啊 要是 我也是被压在五指山下 那只猴子 好了 不跟你说笑了 你不能住在这里 我得给你找个住处 住处 我住这里挺好的呀 这里离山门太近 而且柴房 进出的人也多 万一鬼子发现你 你还准备跟他们 大干一场啊 再说 这里连个被褥什么的 都没有 我怎么忍心 让你住在这里呀 走了 好 谢谢 谢谢 西萨 你好 你是这里的老板 是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讲一下 你讲 你讲 我呢 是到苏州来做生意的 但是呢 我住那个旅馆呢 没有电话 所以我跟家里人联系呢 不方便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让我的家里人呢 把电话打到这里 然后你再转告我 好的呀 不过 你的电话 不会太多吧 不躲 不躲 莫文字 不过 我这里可是要收费的 好 可以 好说 我说这位老兄啊 你还不晓得外面的行情吧 现在外面一斗米啊 就要卖到十三块五角五分 比去年 可涨了一倍都不止哦 好说 好说 放心吧 莫文字 拜托了 我可以先打个电话吗 当然 莫文字 好 谢谢 请 喂 你好 那位 喂 你好 苏州名报吗 是的 我想在你们这里呢 登一个寻人启事 好的 没有问题啊 第四版中奉 五十个字以内 二十元啊 好的 就在你刚才说的那个位置 我想连续刊登一个星期 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你输下内容吧 内容如下 爹 爹 我都给你藏起来了 哎呀 你这 把他藏起来干什么呀 你就不能少喝两口 就小半瓶了 拿给我吧 你别糟蹋东西呀 你看 又咳嗽了吧 你呀 听我的吧 把酒戒了 是的 我来不来吧 我再一次 月落五体霜满天 江峰与火堆臭眠 故宿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川 寺游戎衰 事无心扉 天下人因其诗而至寒山寺也 支持吧 阿元 你让爹听你的 可爹的话呢你全当耳蓬风了 爹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于大哥他 我说的不是他 我说的是润官 润官 嗯 怎么又讲到他那里去了 你跟润官的亲事 不是早就定好了吗 你怎么动不动 就给人家脸色看呢 他们父子俩 现在帮日本鬼子做事 一点骨气都没有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 可真是白天不能说人 晚上不能说鬼 鬼子来了 不行 我得让于大哥躲一躲 阿远 小心一点 于大哥 外边来了好多鬼子 是中我来的 不知道 我先带你到佩店躲躲吧 我把枪拿上 不行 你拿着枪躲在寺里 会吓到师父们的 可我 不行 来不及了 快走 快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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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小师傅 归司住持在哪里 佩司住持正在闭关清修 不便见客 还望事主见谅 啊 呵呵呵 既然住持大事不便出来见客 那我们就登门拜访 还要请小师傅给我们带路 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余大哥 我们赶快走吧 这里鬼子太多了 嗯 来 哎 姐姑娘 这是哪里啊 靳远大师的禅房呀 靳远大师 本司住持啊 快走 哎 姐姑娘 我们在这里不好是吧 没关系 我爹和靳远大师私交甚好 就算大师晓得了 他也不会怪我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个院子 连个后门都没有 万一小鬼子来了 那就是大姑娘留辫子 一抓一个准了 这地方这么偏 小鬼子怎么找得到啊 我可真是个乌鸦嘴 那现在怎么办啊 走 进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启禀住持 有东阳客人来访 阿弥陀佛 好呢 你们都出去吧 去 Kristen 点赞 把方向你转移 好 断上 进步 大师 你身为一丝住址 却在这禅房里多清闲 恐怕不太称职吧 多弥陀佛 并非贫僧不想出去 结阴外面已经变成阿比地狱 万千苍生 尽受终极无奸之苦 贫僧 故而自毙于禅房之内 每日念佛诵经 为我苦难的同胞 祈福小灾 为如此 才能获得心灵的些许 自由自在 大师 你既有悲悯之心 那你就更应该明白 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贵国 就是为了实现王道乐土 让贵国的百姓 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飞机大炮军舰坦克 刺刀子弹血流成河 加之冲天的大火 无尽地杀戮 莫非这就是阁下所谓的自由 你应该清楚 在通往东亚共荣的艰难之路上 有一些损失和流血牺牲都在所难迷 更何况自由都是相对的 他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服从 毕国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有一句名言 是不自由为常事 则不绝不足 原来如此 那又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 阁下的意思无非就是 这场战争你们赢定了 所以我们就该认命该服从 该视不自由为常事对吧 大师说的没错 我们大日本帝国必将是最终的胜利者 我看未必 阁下方才不是提到德川家康了吗 不要忘了 他还有一句名言叫 只知圣儿不知败 必害其身 大师真是博文抢计呀 好吧 我们抛开胜负不说 我想你应该明白 一个富裕的国家来帮助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实现共存共荣 这一点总没错吧 非议 阁下此言是大错而特错 帮助 帮助难道就等于侵略等于占领吗 归一国 从飞鸟时代到幕府时期 战乱迭起人民贫困 正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 改变了你们整个的民族 若说帮助 这才叫真正的帮助 可你们富强之后 非但不知感恩 反而野心膨胀 以怨报德 常言说得好 保暖私淫欲 骄纵祸比生 和虾不是喜欢引用格言吗 那贫僧就再送你一句 德川家康的家训 他说 心生贪念日 当回顾贫困之时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阿弥陀佛 自从贵君来到苏州 本寺香火凋零 众僧生 不要啰嗦 你告诉我还有多少和尚 三十二名 最近有没有什么外人寄出 小僧不曾见过 和尚 这里为什么会有女人的义父 是一堆妇女 在本寺借助 妇女 よし 大师 你究竟是何许人意 阿弥陀佛 贫僧 法号竟然 不过是寒山寺的一个出家人而已 一个出家人 你 什么名字 千本出物 做什么的 石匠 可悲的 谁的义父 我女儿的 他在什么地方 回乡下去了 大师 我知道 这寒山寺 有两间镇寺之宝 一是堂中二是诗碑 大师 我知道 对这个诗碑 我是九温大名 大师是否可以带我去瞻仰一番 阿弥陀佛 尽似皆为客 即使阁下有如此雅兴 那贫僧带你前去观瞻便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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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姑娘 刚才那个大合照 叫静元法师是吧 嗯 硬气 有学问 了不起 那当然 嗯 好了不聊这个了 我得到祖坊去一趟 回祖坊干什么呀 鬼子还没撤呢 枪还在祖坊 枪不在手里 心里不踏实 秦温大师 就是这块吗 是的 司令官阁下 来 这是不禁止 我认为 刀 我认为 我认为 彼此 就算了 哈哈哈哈 哈登志古様はこれを 嫁の中でも欲しいんだ とりあえず写真も送りつけ あくらしんでやるんだ でも それがかっか この石品は この寺の宝ですよ ハトシコ様が これを欲しいんですから 何度してもおこり返す 阿弥陀佛 司令官閣下 你既是满怀敬意前来避寺 瞻仰死悲 你可知 這塊詩書客俱家的古人杰作 為何歷經千年至今 仍能助力本寺 清講 只因他 並非尋常之物 關於這塊詩碑 有一連串 讓人匪夷所思的傳奇故事 我想閣下更願意聞吧 求之不得 我息耳恭聽 眾所周知 這塊碑 明陽天下欲滿四海 然 他卻保經戰亂 屢遭摧毀 閣下所見 這已是第四塊石碑了 唐朝詩人 張濟 張濟因科舉不重 無意間成就了這首千古絕唱 之後 大唐五宗皇帝便赤命京城第一石將呂天方 將其精心雕刻成碑 並殉葬於五宗帝宮 這是第一塊 那麼第二塊呢 第二塊是北宋漢林院大學士王歸手術 然大學士在碑城之後 卻家中連遭變故 本人也暴兵身亡 哦 那麼第三塊呢 這第三塊 出自我大明才子文征明之手 其料施非晚功欲成之日 已是文征明撒手人寰 西去之時啊 那麼第四塊呢 這第四塊正如閣下所知 乃我前朝書畫大家余太史重新書寫 然 許元公在作書後數十日內便刻然嘗試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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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的巧合 的確是匪夷所思 不然 千古相傳 是因為五宗皇帝 在第一塊獅碑上設下了惡咒 一族後人與之其福 惡咒 咒雲 凡克此悲者 謝此悲者 記此悲者 皆癡狂心亂 必降絕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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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的故事固然精彩 但是怪力亂神 又岂可清信 哈哈哈哈哈哈 閣下所言差異 任何的古老民族 都有其維護自身尊嚴的神秘方式 就說你們日本國 你們崇拜天照大神 更把天皇看成是奉大神之命的使者 嗯 再如這塊石碑上所發生的一切 也許正是古老咒語的印證 我等身為後人 勿須保持敬畏之心 萬不可洩渡 否則 必造天天 好險 玉大哥 你怎麼了 領頭的那個鬼子就是我的仇人 好 阿玉 你趕緊找個地方藏起來 乖 強化 你趕緊找個地方藏起來 這 你趕緊找個地方藏起來 你趕緊找個不可洩 李文勢 而且去找個其他人 結婚運元 兄弟 贫桑术不远送 大师领悟 余大哥 你不能开枪 我等的就是今天 会连来寒山寺的师父们 靖元大师 我有个提议 可否请你参想 阁下请讲 如论研究佛法 帝国的条件 在各方面 都比贵国要优越得多 如果大师首肯 我可以派人护送你 去东京讲经 阿弥陀佛 帝国虽穷 可也是补育滋养我长大成人之地 贫僧爱之弥睹 又不忍于动荡时期舍齐而去 阁下的好意贫僧心领了 大师 事逢乱世 刀兵无言 只怕是你自身难保啊 纵以身训在所不惜 好吧 人格又止 我也不便勉强 只是 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成为朋友 而不是敌人 吉兄祸福皆由兴起 善果恶业各自在人 只要阁下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你我自然是有而非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就是 中道落 好 许大神 还有 我脑子又发热了 大师 阿元 你们怎么跑出来了 这位 这位是我家的远房亲戚 叫钱阿三 大师 今天多亏你及时出友相救 我在这里 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江南无所有 辽赠已知春 贫僧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前世主 鸟多多保重 阿弥陀佛 让你走 听大师的意思 他好像知道你是一直眉 肯定是长光那个小和尚多嘴 没事 我听长光说 大师还夸你来着 男子汗大丈夫 一不能报国 二不能报仇 一无始终 有什么好夸的 简直是丢人